兩名原警把警用機車丟在大馬路 把腿狂奔狂追詐騙集團車手 戴著帽子的詐騙車手被原警追到民宅裡 被害富人看到車手落網 氣得當場飆罵 幾方江人帶回警局才發現 原來這名車手才17歲 根本還沒成年 一問之後更吃驚 因為他的爸爸是工程師 家境好 根本不缺錢 卻也加入詐騙集團 据了解嫌犯的父親是電腦工程師 那母親是家管 警方表示這名少年是假冒檢察官 騙一對退休教室夫婦 說他們被懷疑是假期集團主嫌 必須交出九成的存款 才能證明清白 被害人受騙上當交出98萬 沒想到少年實隨之位想要繼續騙 最後被埋伏原警當場逮到 還透露說酬勞很多 原來他每次出任務 可拿到車馬費5000元 加上3%的贊款 以這回被害人招騙98萬為例 少年一次就能分到3萬多元 那從他身上起貨 專用詐騙的手機 還有地檢署的公證部門收據 抓到詐騙集團車手 被騙的退休老師傅向原警直道謝 但由於幕後主嫌孩子逃 警方將擴大偵辦 但被逮的未成年少年 明明家境富裕 有錢還學壞 價值觀偏差 讓警方直搖頭 記者季博士陳昭虎高雄報導